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神徒 大家好 可否可以告诉我今天这一身的打扮 是否就是神徒的打扮 穿了一件粉红色的卫衣 和戴了一个粉红色的口罩 是否衰不中亦不愿意 好 让我先脱下口罩 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的感受 粉红色已经变成了Anson Lo的代表颜色 的确是非常厉害 除了Anson LoMirror的每一个成员 都有大批追随者 凭着他们的魅力 和成功俘虜观众和广告客户的心 是带动了ViuTV的业绩 还帮助了电信刑科 转规为盈 真是非常夸张 电信刑科公布全年的业绩 直到去年底为止 全年的纯利是录得十亿三千九百万 成功地扭规为盈 2020年同期是亏损十亿二千万 每股的盈利是十三点四六千 末期派息是二十七点六九千 全年是派三十七点零五千 按年是增加了15% 期内来自持续经营业务的收入 增加7%去到三百八十六亿五千四百万 EBITDA增加6%去到一百二十三亿零九百万 来自持续经营业务的股东应佔综合亏损 是收窄到五十一%去到二亿六千万 当中免费电视即是ViuTV 和相关业务的收益是上升了一百五十二%去到八亿 当中广告收入增加是超过一倍去到六亿一千五百万 EBITDA转规为盈去到九千四百万 MIRROR在这一年里面的成功表现下 在令到集团其他的业务都拿到这个优势 观众对他们的热爱和追捧 他们在观众中引起的热烈回响 不单止是刺激到广告收益 亦都带动了艺人管理Artist Management 这一份和内容分销业务Content Distribution 在2021年的第三季 头的五十大广告客户之中 大家猜不猜到有多少个这些广告客户 是使用ViuTV旗下的艺人做推广的呢 一共是有十三个那么多的 而这些当然都是MIRROR的成员 所包括的品牌都是一些知名的品牌 例如汇丰银行 我们经常都会见到姜濤那个非常可爱的样貌 三星Samsung看到MIRROR的成员 还有麦当劳等等 如果大家有留意新媒体的话 比如Instagram那样说 MIRROR的成员都有不少广告推广的贴文 这也是一个相当好的收入来源 艺人管理和活动业务的收益 比去年是增加了接近十倍 电影就说他们的集团深信 这就是一条为ViuTV提供未来增长机遇的成功方程式 就是凭着创意的节目和善用传统和新媒体的平台 继续打造更多叫好又叫座的演艺人 由于收益的基础是扩大了 OTT业务已经是接近EBITDA的收支平衡 而免费电视和相关业务 就会在年内令到EBITDA转规为型 广告客户真是最实际的 决定在哪里投放广告一定都会衡量投放广告的效力 究竟观众群有多大有多小 还有一点也是重要的 就是观众群体的年龄和球迷能力 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较为年轻的观众群 都是广告客户想得到的观众群 由收视报告我们也看到的 ViuTV不但拥有不断壮大的观众群 而且是极具吸引力的观众层 在2021年成功吸引到超过680间 广告客户是选择他们作为广告投放的 来推广产品和相关服务 值得留意的是当中超过一半的广告客户 是ViuTV的新客户 新客户的增长当然是非常重要 如果不是的话 没有了新客户 现时ViuTV的广告客户 真是含蓋各行各业 由金融业、电器、医疗保健等有很多种 电影说承接MIRROR的强势 为了保持增长动力 免费电视和相关业务 将会继续製作优质内容 和探索更多不同方式 去推广现有的艺人和栽培新人才 ViuTV在推广艺人方面 的确是做得相当出色 虽然花姐以往不是做这种类的工作 但她的表现比起浸淫了 在这行业多年的老前辈 一点都不信息 甚至有过疑不及 大家可以看得出 她是有一套策略 配合着节目和音乐制作等等 将MIRROR的成员逐步推向高峰 绝对不会只集中在一两位成员身上 反而会善用比较上位的艺人 增加其他艺人的曝光和赚钱机会 而最近更加掉了资源 去到刚刚出道的女子组合COLAR身上 真的不能够不佩服她们的办事效率 《全民造星4》决赛完之后 不够三个星期 完成了这一套新的组合不得止 更加在这三个星期之内 完成制作最新女团的派台COL COL Mining 连MV都做好 一点都不简单 凭借着先前MIRROR的成功 COLAR一出道 就已经成功奪得广告客户的追捧 而这些广告客户都是知名的广告客户 不容易起用新人的名牌 这都是殊不简单的成就 说老实话 要成功打造一道女子团体 比起打造一对男子团体 是更加困难的 大家如果想了解花姐的成功策略 和她以往在TVB的经验多些的话 不妨去看看我先前在尋 尋找的尋这个系列中 和花姐做的访问 大家在这个致运频道Steven Channel 是可以找到这段访问的 是有几集那么多的 在打造艺人方面 其实TVB以前都是走这条路 因此是非常着意旗下的艺园 独家为TVB服务的这个条件 特别是由TVB直接管理的艺园 即是所谓的亲生子女 为何近年在ViuTV这方面 似乎做得比TVB更加有效呢 问题可能是出现在管理艺园 和节目制作的结构上面 管理艺园的ViuTV 某程度上都是直接参与节目制作的 可以即是画得是 善用创意节目 将哪些旗下的艺园 逐步有计划配合这些节目的制作 来推向高峰 相反在TVB管理艺园的部门 在制作方面 可以说是没有太大的话语权 甚至可以说是没什么事 假如制作部有自己对艺园 某一些想法不愿意配合的话 即使你艺园部想将某些艺园力捧 都只会是力不从心 而且更可能是花费了 或者这样说是花耗了一些时间和精力 在协调内部各方不同的角力上 以往香港打造出来的明星都有一定的光环 这些和TVB以往的强势 和所下的苦工都有关 不过事而世逆 这些光环已经退了色 希望今天的ViuTV 能够在这方面继续发力 也希望TVB继续爭气 为香港夺回这个优势 出多一份力 尋找真相 尋找生存意义 真真正正看得到什么是生存意义 尋找空间 尋找本人 尋找本人 尋找信仰 尋找选择 那一下交战好不容易过去呢 看到坟墓呢 那坟墓墓的墓碑有自己的名字 尋找工作 尋找快乐 我不会理会参赛者 尋找自我 尋找知己 是的,你可以做自己 I haven't changed 尋找希望 尋找幸福 再结婚一下会不会 之后会和女生在一起 我们一生都在尋尋觅觅 陈志云,尋 与嘉宾分享每个关于尋觅的故事 Hello,我是Joyce,李乐斯 刚刚做完Steven King的节目 我的感受真的带了很多回忆 因为我们说到 由我在加拿大 很多感情 事业 家庭 健康的东西 很多东西都很容易跟他谈到 其实也很幸福 和Steven一起做这个访问 我们第一次聊天 所以这个访问 我觉得在我心目中 我会永远记住 希望大家都支持Steven's channel 记得订阅 今天就是这么多 我喜欢这里讲完这里 在这个散场的moment 最好就是用 Mr.Expand 植物科学防疫 贫无四维贫 让它里面的此子提取物 将非没细菌病毒 对听的、不对听的 统统消散了 那就放心了 Mr.Expand 结痹主义 好主义